所有動物都是公都比較漂亮 只有人類 只有人類 哈哈哈哈 人類你都會打扮啊 你都會打扮啊 你都會打扮啊 在頭最打扮就漂亮 不過呢 你還是打扮起來真的少看 對不對 來你看 雪面上還有很多 來我們等一下勒 那就是我們的碼頭 那就是我們的碼頭 那我們等一下會在那邊下船 大概下了船給各位十分鐘拍照可以 夠嗎 夠啦 真的很不錯 這邊的風景非常美 真的非常美 真的不會輸給那個國外 我來到這裡呢 講了大概五六年了 可是呢 我真的是很喜歡這個地方 對 最自然的夫婆 來看一下很近的我們老兵的家 還可以看到門牌號嗎 那沒人大了 沒有 老兵呢 他年紀大了 八十幾年 你看八十幾年他已經幾歲了 對啊 他的孩子呢都長大了 在外面買房子 可是呢 他很不捨得父母親在這裡 沒有水 沒有電 什麼都要自己來 生了病呢 要看個醫生也不方便 所以他一直要求 父母親趕快搬出去 跟他們同住 不要再那麼辛苦了 可是他們呢 你知道年紀也在 念舊你知道嗎 他老兵有贊助受田證 當初他有贊助受田證 所以呢 後來他說要搬出去 他怎麼辦 台長就把他買回來 台長就把他買回來 他說我的房子 你要把我拆掉嗎 他說沒有 我們把你整理 我們絕對不會把你拆掉 我們會整理 但是我們不修理 為什麼 古蹟嘛 古蹟就是不整理 對不對 但是不修理 會當你整理 對對對對對對對 來從這邊拍很漂亮 我們的那個會館 那邊怎麼拍都怎麼漂亮 各位呢 真的 在這裡呢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地方 這裡的職場又好 而且我們這裡的人 都很和氣了 你知道嗎 我們的同事在一起 他早上的遊客 還在跟我說 他說 叫我開船 我說我真的會開呢 他說我知道啊 所以就叫我開 我說不能開 不可以 我把你 我一開的話你就沒工作了 怎麼可以 哈哈哈哈 你看 我有啊 有 我是工程師 船舶工程師 真的 我是餓館 不是啦 我在 在國外啦 我65年就在國外長大的 長自私啦 本來在台灣什麼都不懂 去國外四年才懂 什麼都才都懂 講實在的在台灣真的很 台灣人真的 那時候很存福嘛 什麼都不懂 對 連台灣都不懂 現在真的懂了 現在真的懂了 對 連台灣都不懂 都不懂 都不懂